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喝这个生姜萝卜丝养生汤 润肺 止咳 对身体好处多多 首先把去皮的白萝卜切成细丝 洗干净的生姜不要去皮 然后切成薄片 砂锅预热 倒入白萝卜丝 把白萝卜丝煸炒一下 去掉白萝卜丝的土腥味 然后加入开水 再加入切好的姜片 开锅以后盖盖煮上5分钟 5分钟过后 看看我们的萝卜丝汤已经变成了奶白色 然后只加入一勺食盐和一勺味精 家里有条件的再打入两个柴鸡蛋 最后再放入七八粒枸杞 盖盖 关火 焖上两分钟 视频放到这儿 老弟又出来露脸了 老弟每天更新一道在家简单一做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们可以点个小爱心 和一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 没有您的小爱心 老弟真上不了热门 老弟谢谢您了 老弟在这里祝您 多挣钱少生气 洗脚事成 万事如意 时间到 这个时候汤咸味美的萝卜丝汤就做好了 有条件的每天喝上一碗 止咳润肺 预防感冒 对身体好处多多 喜欢的赶紧给家人试做吧 关注一下 看更多精彩内容